他是我上台唯一的依靠 谁那个时候都帮不了你 只有他跟你在 我在想 做音乐这件事情 热爱与职业之间 究竟是怎样的关联 您的这个音乐天赋是遗传 继承了谁 不知道从哪来的 但是我母亲喜欢唱歌 我父亲以前在化工厂 喜欢拉二胡 就是夜夜爱好 那还是有 那出于我学情的 最基础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小时候 当我跟父母周末 住在一起的时候 吃完晚饭以后会溜温 那么就有那种老事的 那种乐器商店 但里边躺了一只小提琴 那个时候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 是好奇多一点吧 就小时候喜欢玩具 我喜欢枪 你喜欢养娃娃 反正就有强力的欲望 要占有要买 其实就冥冥之中 选定了一个自己热爱的东西 热爱不敢讲 但是三岁对这个东西 极其的感到兴趣 会用我父亲已经打坏掉的乒乓球拍 就是上面没有胶皮的 我们家也没有电视机 但是我可以把那个 坏掉的乒乓球拍 放在我的左肩上 拿一个筷子 就坐在床上 自己在唱 其实那玩意也不能出声 而乒乓球拍被没收了以后 就是两根筷子 这边也一个筷子 这边另外一个筷子 我就在甲方就在拉琴 这样一年 不能说感动了他们 可能妈妈嘛 毕竟对吧 我是她的这个肉 就去了当地的歌舞团 请来了一个吹长笛的老师 到我们家 还没有买琴 在我们家先听我唱首歌 然后我爸说 这孩子五音是全的 然后敲了邻居的门 借了十块钱 再下楼去买了这个小提琴 据我妈说 就抱着她睡了一个礼拜 这样开始走上了 一条血情的道路 四岁八零年 现在回过头来看 当时那个热爱 我不知道在恋琴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被消磨掉 因为恋琴 它毕竟是一个很枯燥 很寂寞的事情 只是说男孩会有的时候 就是偷点小懒 然后还是想玩 或者是小说到姥姥家 平房的那种院子 那那个时候 不像现在楼房 回家要关门 当年的院子的门是开开的 我背对着在家练琴 外边有一帮小朋友 十个孩子在院子里边疯塌 哇 好煎熬 那蚂蚁啊 这全是蚂蚁 因为我在那个年龄 有我的天心 但是都是那样过来的 就是得益于这边 老师仍然健在 我的启蒙老师 唐启强老师 每天下午骑个自行车 到我姥姥家来 守着我练一下午的琴 所以让我一来 就感受到了 作为小青铜的那种快乐 开始越来越更加的热爱 这一个行业的时候 是当我考入了中国爱乐乐团 其实你就是生活在这一片的 对 这一片有我的小学 读了六年的小学 很多的记忆 这个对面 你说之前是一个艺术工 景晨艺术工 这是我小时候 第一次上台表演的时候 我七岁的时候 当年有一个中国艺术节 四川贵州分会场 我的第一次人生的首秀 拉了摩扎特第三小听协奏曲 就是在原来的景晨艺术工 它曾经在我的家乡 就是艺术的最高殿堂 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而且天府广场对我来说 对于成都人来说 这就是天安门广场 这个大剧院 好像是2016年才建成的 我第一次来 你第一次到这里 进来感觉怎么样 对 因为他们所承载的 不是同一个年代的东西 原来老的那个景晨艺术工 可能是七八十年代就有的了 所以它那个时候 它的功能性 它的硬件 现在看来可能确实是成就了 但是它是那个时代 我们心中的最高舞台 还有那种荣成的 那个鼠道的一些元素在里面 包括外面的这个墙体 而且这个地界 真是闹钟取尽的一个感觉 对面有非常多的商业的东西 就非常打造着文化 那在这个广场 这边是四川大院 在那边是美术馆 所对称的 非常符合现在成都 要打造国际音乐制度的气质 那么对于我来说 小时候那是让我七岁的时候 第一次独奏首秀了的地方 这个就是他的儿子下一代 然后在我职业了22年以后 对我来说是在同样的一个 景晨艺术工的前半生 和后半生 有一种传承的感觉 非常传承的一个感觉 关键内心的那种 非常的欣慰吧 就是说居然都有我 居然都参与其中了 演出如果是相同的曲目 比如说之前我做过丝绸之路巡演 我可能拉了八场梁柱 同样的曲子 同样的音 同样的谱子 同样的乐队 每一遍都不一样 这个也是一无止境 也是我自己本一直想追求的东西 这次回来 因为是第一次中国爱乐 正式登陆成都的一个演出市场 那么让我们去公开的 有一个亮相 我们有专场的音乐会 心中万千感慨 其实亲身经历了 整个城市的这种变化变迁 对的 包括为我们这个行业 做好了更多 更充分的一个准备 包括市民 包括乐民 以前这边的朋友 如果想听到一些 大团 大味 原来这边 都可能没有像这样的一个场地 那么他可能需要买票 坐飞机去北京上海 广州 那现在在我的家乡 已经开始有了 这样可以有承载的 这样的一个场地了 打开了古典音乐的门 乐迷朋友们迎来了春天 就可以在自己家乡 足不出户 就可以把好的国际的 古典音乐的大师大团 请到家乡来演出 当这个剧场灯光亮起的时候 第一个音符出来的时候 还是会有点兴奋吧 心里边更多是踏实 中国爱乐有最棒的音乐家 最好的行程团队 最好的总监 所以我当然也非常期待 能够为我的家乡 这是第一次最正式的演出 所以当然我希望 不仅是我 我是希望我为之奋斗了 21年的 我热爱的中国爱乐乐团 能够在我的家乡 为我的家乡父老 为我这边的乐迷朋友 有一场 尽可能几乎完美的演出 感谢您的观看